2013年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千人楼茶活动 在一中新新春大操场举行 500个楼茶嘉莉在炒地场成放射状牌开 相当壮观 楼茶活动正式开始前 主办单位先安排了一段暖身 成带县长康丽等和民众一起动动手脚 瞬间就炒热了活动气氛 成带县长表示举办了千人楼茶活动 希望让民众能体验早期茶农手工制茶的辛苦 他也非常感谢玉石香农会 特别提供的大叶种红茶茶经 让千人楼茶能让更多民众参与 各位好朋友 我想我们世界茶叶博览会 这个礼拜是第二个假日 我们特别推出一个千人楼茶的体验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过去的茶笼 他在裸茶的时候 就是要靠手工 那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 那我们今天就特别开放给500队 情侣或者夫妻 或者妇女或者母子这样 就是一对一对这样 那所以500队是1000个人 不过今天到现场看 很多都是前家福 爸爸妈妈跟小孩都一起来 一来就四五个 所以绝对是破千人以上 那最主要就是让他们体验说 手工做茶 那我们在这个傍晚的时分 在中心新的大茶廠这里 那每个人我们提供他一份 我们遗址的大一种的红茶 那他等于是要揉茶 大概要揉一个小时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过去的茶笼 没有机械化的时候是多辛苦 那让他体验一下 那这一份茶就让他带回家 因为带回家以后 就是他自己做出来的红茶 那所以我们这次庆祝国庆 南头是茶香 我们特别推出这个 千人揉茶的体验这种活动 于是香荣会一种干事王威君也指出 大叶种和小叶种红茶价格差很多 本次于是荣会不惜成本 准备大叶种茶经 就是希望让民众带回家后 可以喝红茶喝得很畅快 很感谢 这次南头世界财博南会 给我们这次的机会 来承办千人揉茶这个活动 那我们举办这个活动 是想要让我们的消费者 跟社会大众 来了解到 我们整个红茶的制作的流程 让他们能够体验到 亲手揉红茶 那亲口可以喝到自己 所揉的红茶 那种畅快的感觉 那老大人 集办这个活动 真好 让大家身心健康 大家快乐 把心情放松这样子 觉得南楼县政府 很有心办这个活动 让我们能够实际的参理这个活动 我是从台中过来 然后刚刚在这里放风筝 小朋友就看到这里有在揉茶 觉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千人揉茶 新厂不少参加揉茶民众 都是住在中心新村 全家一起动员来体验揉茶的辛苦 也有不少外地来的民众 希望县政府能多多举办 把活动越办越大 让我们就开始关闭着 来到这个节目 逐筷 等我 我们下期参加揉茶 我们下期参加揉茶